早上 王命 太子妻儿即刻入宫 诺 诺 诺 你 叫什么名字 杨全军 芈辰 好 我记住你了 大王 公子熙求见 传 诺 公子熙都来了 你还不肯按我的意思办吗 还好 拜见大王王后 汐儿回来 回来好 好 起来吧 谢大王 太子 太子 公子一路辛苦 汐儿此次回来 遇见两个人也要进宫 便把他们带进来 什么人 回王后 是 太子的妻儿 你把他们带来了 此刻正在殿外 我这就叫他们进来 慢 面见大王不得带剑 这是我的剑 让那孩子带剑进来吧 诺 诺 好 快 向大王务后行礼 正儿 太子之子嬴政拜见大王王后 这孩子行貌威武 英气不凡 起来吧 诺 过来 看看 喜欢剑 喜欢 练过剑术 先生教过 就是当年父王所派 来 跟随儿臣去邯郸的师傅申阅 王祖父有剑吗 有啊 这是陆卢剑 你怎知 先生教过我 陆卢剑乃是秦王之剑 王祖父是秦王 这定是陆卢剑了 帮一帮剑 说 你还要是秦王的 还是秦王的 你还要是秦王的 你还要是秦王的 战卢 巨缺 鱼长 纯军 圣邪 这些都是传世明鉴 说得好 除了鉴 可还读过书 法 莫 兵儒 道农 纵横家 阴阳家都读过 卑良 句听听 国负而贫制 曰重负 重负者强 国贫而负制 曰重贫 重贫者弱 这是商君书中的 正是 你可知何意啊 国家很富强 劝照穷国的办法治理 这就是富上加富 国家就会强大 国家贫穷 劝照富国的办法治理 这就是穷上加穷 国家就会被削弱 好 这孩子好 比你们都强 这才是我们大秦的男儿 这些年 你在邯郸受苦了 坐下 正儿 你在邯郸受苦了 于国有功 想要什么 王祖父赏你 王祖父赏 赢政不要赏赐 还是赏给阿母吧 阿母吃了许多苦 好 都赏 你也赏 你母亲也赏 王祖父知道 你们在赵国吃了很多苦 今日先赏你 寡人就将这柄剑 赏给你 大王 使不得 王后 这孩子我喜欢 他是你我的孙儿 以后你可要好好待他 诺 拿着 真的给我吗 真的给我吗 谢到我 可惜没有早点把你们接回来 先王要是见了你 定会更喜欢 四处 你是托了你儿子的福 带他们母子回家吧 大王 也该歇会儿了 我没法 我不是说 我们再来 是 我们不得到 可以吗 我们不得到 我们不得到 这些人 你不得到 我们不得到 我们不得到 来 教祖父好 拜见王后 公子好 免了 免了 教祖父 乖 来 带成脚去那边玩去 诺 成脚 走吧 慢点 何事啊 姐 你看 我要不要背些礼 亲自去一趟太子府上 为何呀 先前奉妾之命 在咸阳城门口拦阻了赵继母子 毕竟 自出已是大秦太子了 为我族日后祭 你也没有必要与太子翻脸不是 你说的有几分道理 你呀你 平日多用点心在国事上 替大王分忧 不要老把心思 画在这种事情上 诺 大王已经准了 很废靠 对 老婆 啊 不 你 或者说 不 很小 我觉得 我 像 我 说 我 我 种 我 夫人到 夫人要当面感谢先生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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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报 禀太子 夫人 杨全君到访 快请 诺 杨全君 公子圣啊 杨全君前来 所为何事啊 本君 今日特意来拜见太子与太子四人 也顺道 问候公子 前几日 你还叫我们母子兰在咸阳城外 不让我们进城 今日怎么想起来亲自登门拜访了 前日是前日 今日是今日嘛 原来我大秦的官员 都想杨全君这么前居后宫 首鼠两端嘛 你恐怕还不了解本君 倒要请教一二 本君乃大秦之封君 当今大王的内地 王后的亲弟弟 原来你这爵位 是靠你姐姐得来的呀 小子 你不要以为你是太子之子 就敢如此放肆 告诉你 不日本君将成为大秦之丞相 就连太子 也不敢对本相如此说谎 还没当上丞相又自称本相 如此厚颜 本公子倒是头一回见 再说了 就凭你 还想当我大秦的丞相 好 野种 你这找过来的野种 你说肾 别跑 上一次聚在一起 有多少年了 太子 夫人 不好了 公子出事了 出了何事 公子在庭院中练剑 遇杨全军发生冲突 要拔剑刺死杨全军 我去看看 我去 他只听我的 府内之事你不熟 还是我去吧 这孩子野了这么多年了 应该有个父亲管管他 你跟先生稍坐 你不懂 我最后一天 你听我的天啊 你听我的天啊 你会带我去 你不要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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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不为 离不为 你好歹毒 居然为了自己的性命 和荣华富贵 将我和正儿置于死地 你没想到吧 我们能活着到咸阳 夫人听我说 当时太子 这儿生死一线 确实没有万全之策 才顶而走险 不过以此时结果 不失为上策 我不跑 等你杀死我们 姚军军 有种你别躲 太子 太子 住手 让开 嬴政 你想害了全家吗 无故杀人 侵犯不容 把钱收起来 好了 太子 我先告辞了 林杨全军 太子 此次 一定要严加管教啊 要不然会出大事 estas 几乎太子之类的人 真不少 与夫人一同进城的公子羟 当年为了争夺嫡子之类 赐了太子遗蒂 是 流放别地 有这儿当时 当今大王身性温和 王后手段高明 其势力在秦国根深蒂固 事事要求太子听他的安排 不让夫人回咸阳 是他 我和正儿 在照顾受人欺负 怎么到了秦国还要受人欺负 我今后 绝不能再让正儿受气 那个王后 如果她敢对我们怎么样 我绝不客气 为了夫人和正公子 还是不要招着王后 无论如何 我与正儿在咸阳 除了太子 就只识得你 当初是你把我送于太子 如果我和正儿出点什么事情 如果我和正儿出点什么事情 你不能不管 诺 以前的事 几乎就不要再提了 大王赐你这把剑 不是让你用来杀人的 秦王剑有何用意 难道你还不明白 你说得对 可你没资格教训我 我也不想听你教训 我会发生我 我会变成一个 我会变成一个 我会称 Lord 在哪里 我想听你 正儿怎么样了 没事 是她的错吗 不是她的错 只是 只是正儿与我甚是疏离 看来她还是不肯原谅我 那你也别怪她 这孩子 从小没有得到你的爱护 在赵国 日日受人欺辱 她心里还难过呢 先生 以后还请先生 多多教导正儿 可事不为 先生 小公子还记得我呀 先生的相貌赢政记不大清了 不过先生的手段 赢政一直铭记在心呢 此话何意呀 当年你为了保全我父逃回咸阳 把我与阿姆弃在了邯郸 怎么 才六年 先生难得忘得一干二净 忘不了 忘不了 此时若换公子该如何做呀 彼时我尚年幼 不过 今日想来 当时的确是非常惊醒 如果是我 或许亦会如同先生所为 不为有父公子 裴子 不必 先生救了我 也救了我父 若没有先生神鬼手段 就不会有今日大秦的太子 更不会有嬴政归秦之日 不过来 公子 胸襟四海 今日有何打算 你跟他担心 常理念 我此刻 都没用 任何人 词 都不能 进来 您 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可明目了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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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唯 先王纪 工业阵势 事好 成高相 唯 先王纪 工业阵势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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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发 何以延迟啊 我与先生约在卯时 便是指卯时出 所以我银时莫及来辞 公子何故如此 庄子约 是莽苍者 三餐而返 富有果然 是白礼者 朽冲良 是千礼者 三月巨良 嬴政玉行万礼 岂敢谢待虎 玉行万礼 敢问公子之志 今日是先生教我 嬴政仙请问 先生志向适何 不为今生所愿 唯有竭尽权力辅佐明君 使大清成为天下霸主 六国臣服 若能助大清一统天下 今生死而无憾 如此 先生之志 缺取太子妇 才能装得下 先生该做大秦的丞相啊 那公子之志在何方呢 嬴政玉雄毕一生之力 让天下所有人 都过上安宁的日子 公子有没有想过 如何实现 灭六国 天下宁依 只有天下成为异国 就不会再有战魂 不会有抛妻弃子 更不会有生林涂炭 让手 朝野大姐 年龕将军大败燕君 炮 朝野大姐 连托将军大败燕军 好 好 老将军大胜燕军 擒杀利富 养我大赵国威 快将战事息息说与寡人 我军是如何大获全胜的 报 禀大王 赤后星爷来报 代帝大劫 岳胜将军 击退进攻代帝的二十万燕军 俘虏燕主将 清秦 大胜 快 快乘上来 燕贼小儿 自不量力 以少胜多 我赵军威武 恭喜大王 即刻命人 将圣燕之讯传给在咸阳的丞相 命他即刻归国 不可与秦立盟 必顾 不 不 太子太子傅到 挺ee 贵后 太子傅到 点 太子傅到 点 太子傅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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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可以出谋划策 你们来先看看这个 连破大败利副兵马 此消息绝不可让平原军知晓 对 父王 此消息是何人传来 蒙澳派往浩宜的探子 儿臣这就去叮嘱上将军 绝不可走路丰盛 还要戒备咸阳各处臣门 以防卫民的消息传进来 儿臣告退 太子莫及 母后 封禁消息确实应该 但如果做就要做得缜密 母后的意思是 庄中应杨鲁到 大王 王后 即刻 将这寝宫之内所有的四人 侍女全部关押起来 为了我的命令不许释放 也不许他们与任何人接触 诺 王后 王后 我的命令他说 我的命令他说 来着 王后 王后 带走 起来 走 王后 王后 太子 快走 去找蒙傲吧 再命咸阳令严守城门 为秦国苟英者 一律不许入城 诺 平原军的令 你去告诉他 燕使 求大秦同时对赵国有兵 大秦是否答应 就看他平原军的决定 儿臣知晓如何处置了 儿臣告退 去吧 王后的杀法决断 不在男人之下呀 正因如此 先生当丞相之事 若得不到王后的支持 恐难实现 老夫若不应允 搁让六成与秦 秦国就要出兵 筑烟攻赵 如今赵燕交战 我大秦不想趁人之危 只想要回 本该属于大秦之六成 你当老夫是三岁孩童啊 几句话就要让我割让六成 六座城池啊 赵相 信与不信都无妨 昨晚上将军蒙傲还对我说 不希望你答应大王之条件 如此 我大秦瑞士便可出战了 赵相也知道 近年来大秦为用兵 而我秦国将士只有征战 才可立功受绝呀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伤心碎碎要偶然 燕冰高原木长 银马长江湾浪 穿裙旧舟归头 舞动流河 舞动流河无恙 我百年列途风向 人间变幻希望 残忍同地 隐隐羞泪 分我红衣的家 藏过万里河山 团团风吹响 平天下开心日 光照银河山 平天下开心日 光照银河 温暖天下 高知荒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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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照银河 光照银河 光照银河